1 警察节庆祝大会上 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授接仪式 包括模范警察 机有警情区 自身机有远警 一一上台接受表扬 市长谢国良 勉励全体的警察同仁 做好为民服务之外 接下来月份要提升警察形象 最近在7月 机有我们也有一些 治安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我们也期许 未来能够跟工局长 跟李嘉明检察长 大家通力合作 在这个重要的7月关键 不论对内对外 不管是理直面子 我们的警察同仁 希望能够理直到市府的精神 我们好好的将我们的治安工作 好好把我们的社会事件 跟能够一些相关的 我们市府的形象 以及警察同仁的良好形象跟纪律 都能够维持得当 包括议长通知委 金融地检署检察长李嘉明 都亲自颁奖表扬 既有远景 期勉远景 做好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的目标 警察局在翁局长的代理之下 举办打仗 扫黑 自来工作 均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交通工作上 可透过四部执法 改善交通环境 及交通安全宣导工作 显著提升 我们基隆市的交通品 还有在卫民服务 及行政协助的工作 此外除了表人活动之外 警察局一楼大厅 还有习务意卖会 市长谢国良在逛摊位时 也自掏腰包 购买物品 一起做爱心 庆祝警察节 我们基隆市警察局 也本于取之于社会 以及回馈社会 平常社会有很多资源 支持我们 但我们也希望利用 这个有意义的节日 能够回馈社会 所以请我们的同仁 把他平常的物品 他用不到 但是他可以捐赠出来 做爱心 所以我们举办了一个 习务意卖活动 习务意卖活动 希望透这个活动 能够抛砖引玉 对我们社会的 需要支持的力量 能够给予协助 这都新的啦 警察局 警察局意卖活动 受到热烈回响 总计目得440件物资 卖出了356件 意卖所得 将作为爱心工艺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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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